欢迎来到我们的今日六度节目 从体育赛场的技术革新 到国际政治的紧张局势 再到地方新闻的最新进展 应有尽有 少使用它应有尽有 首先 华盛顿国民队宣布将在2024赛季 使用面部识别技术 让球迷们能够更便捷地进入球场观看比赛 这项技术的引入 无疑为球迷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赛体验 接下来我们转向国际政治领域 俄罗斯情报部门指责西方支持莫斯科袭击事件 而乔·拜登总统在密苏里州民主党初选中取得胜利 展示了其在政治舞台上的不减影响力 同时中国法院对前足协主席陈虚元的判决 以及塞内加尔可能迎来的新总统 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各国内部的法律和政治动态 最后我们还关注了一些地方新闻 包括科罗拉多州推动药品价格审查 巴尔德姆大桥坍塌后的航运交通问题 以及杰克逊市长参加首届黑人市长联盟犯罪峰会等事件 这些新闻不仅关乎社会的各个方面 且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这些故事背后的更多信息 国家公园的新亮点 韩国热狗和升级板季分排 华盛顿游泡 华盛顿国民队计划在2024赛季使用面部识别技术 该队是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中四支提供购 Aside Entry系统的球队之一 该系统允许球迷通过面部识别 而不是在自助机上扫描能调更高效的进入球场 该服务是免费格可选的 球迷可以通过MLBBallpark T-O 程序进行注册 只需拍一张自拍照即可 图像将被转换为一个字母数字代码 然后与用户的MLBBallpark账户关联 代码将被删除 国民公园将设有四条go ahead entry 词动 费城费城人队在上个赛季 在公民银行球场引入了该系统 并将在202024年将其扩展到所有路口 俄罗斯情报部门指责西方支持莫斯科袭击事件 德国之声 俄罗斯高级情报官员声称 乌克兰 美国或英国参与了对莫斯科音乐厅的袭击事件 导致139人死亡 180人受伤 280人受伤 然而没有提供证据 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表示 袭击者首先试图越境进入白俄罗斯 然后前往乌克兰 而叶塞叶塞叶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 法国总统艾玛纽埃尔马克龙表示 他们的参与似乎是可信的 并呼吁俄罗斯不要责怪乌克兰 也表示他们的情报信息支持伊斯兰组织的说法 乔拜登总统迎着民主党初选 美联社 根据密苏里州民主党的消息 乔拜登总统赢得了密苏里州的初选 尽管预料到拜登会获胜 但初选的结果对于追踪选民投票率 和潜在的抗议选票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这次初选是自20208月一项新法生效以来 密苏里州民主党首次进行了大约有二万名选民参与了投票 相比之下密苏里州的共和党人进行了一次党团会议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获胜 尽管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领导人都呼吁 但立法者们并未恢复由州政府主办的初选 中国法院判处前足协主席无期徒刑 德国之声中国足球协会前主席陈徐源 因被盘犯有赛事操纵和财务犯罪名 被判处无期徒刑 湖北省法院还下令没收陈徐源的个人财产 并追缴他的非法所得 其他高级官员也因受贿罪被判刑 包括前国家田径协会主席红尘 和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公司前首席执行官董正 陈徐源于去年9月被指控 并在1月份的一部电视纪录片中做出了所谓的自败 校园新闻23年秋季院长名单 和2024年奖学金获得者 雅虎约翰马基尔高中学生塔克多林 被授予泰基杨路德大学总统奖学金 每年可获得340美元的奖学金 李县警方侦探因威胁要杀害家人朋友而被逮捕 警长表示 雅虎李县警长办公室的一名侦探面临多项指控和停职 当局称他威胁一名朋友持刀行凶 35岁的侦探爱林奥尔蒂诺面临一项故意伤害他人的电视罪和一项简单侵犯罪 其故意威胁使用暴力 法庭记录显示 这两项指控都是轻罪 根据李县警长办公室的说法 3月17日晚上10点前 李县副警长回应了奥尔蒂诺的家 报告中对家庭地址进行了删除 他们与三名目击者交谈 目击者称奥尔蒂诺踢了其中一名受害者病途透露 并威胁他们的朋友持刀洗凶 拜登誓言弗留科重建巴尔德摩基桥 英国独立报 美国总统乔拜登承诺动用联邦资源 重建巴尔德摩的弗朗西斯斯科特基桥 该桥在一艘集装箱船撞击其中一座桥墩后坍塌 桥梁的坍塌导致巴尔德摩港口无法通行 该港口每年处理85万辆汽车进口 拜登表示在搜救工作进行期间 档口将不得不关闭 并且在任何交通通过之前航道必须清理残骸 汤森德积分扣除嘲笑英超联赛 英国美日日电讯 卢顿镇边风安德罗斯汤森德批评了诺丁汉森林和埃福顿 因违反英超金融规则而受到的积分扣除 汤森德去年夏天被埃福顿释放 他表示这些惩罚给本赛季的顶级联赛带来了不确定情 尽管受益于森林的四分扣罚 使卢顿镇摆脱了降级区 但汤森德将这种情况描述为荒谬 并表示这是英超联赛成为了笑柄 森林已经对他们的处罚提出了上诉 而埃福顿最初的十分扣罚已经减少了 劳工党在欧盟冷落后 缩减了对脱欧贸易协议重新谈判的计划 英国每日电讯据报道 英国工党已经缩减了重新谈判脱欧贸易协议的计划 因为遭到了欧盟的冷落 据欧盟内部人士透露 工党领袖基尔斯塔莫爵士 已经放弃了在2025年协议审议时 对协议进行重大改革的希望 欧盟已经警告斯塔莫先生 不会重新开放协议 他此前曾批评该协议过于薄弱 并承诺重新谈判以促进经济增长 在可能的总统巴西鲁迪奥马耶法耶的领导下 塞内加尔的下一步是什么 半岛电视台 巴西鲁迪奥马耶法耶是塞内加尔的一名税务检查员 在周日的选举中赢得了绝对多数的选票 有望成为塞内加尔的下一任总统 法耶在选举中并不是反对派的代表 但他的胜利被视为该国民主的坚韧表现 他的主要竞争对手 执政党候选人阿玛杜巴承认失败 即将卸任的总统马基·萨尔向法耶表示祝贺 法耶承诺打击腐败重建机构 并提议重新审视与法国的关系 自从上世纪60年代独立以来 塞内加尔一直以和平过度权力的历史而闻名 这个州并不等待拜登来谈判药品价格 华盛队邮 科罗拉多州正在推动引入一个新的处方药可负担进审查委员会 该委员会将为其认为不可负担的药物推荐一个上显支付额 该州预计会因委员会的努力而面临制药行业的诉讼 其他十几个州也在试图对药物价格进行监管制药行业的主要贸易组织 美国制药研究与制造商协会声称 科罗拉多州的制度可能会阻止患者挽救生命的药物 戴州已经表示 有604种药物符合首轮可负担性审查的标准 委员会将在夏季确定这些药物的上限支付额 制药商将被允许提出上诉 委员会将审查制药商并价和提高药物价格的方式 对于防治药防治药 如果批发商在折扣前支付的价格在过去一年内增加了至少百分之二 并且30天的供应成本超过100美元 这些药物也可能会接受审查 成本超过每年3万美元或批发价格 在过去一年内上涨了至少百分之十的品牌药物 也可能会接受审查 泽连斯基在新的重组中更换了乌克兰的最高安全官员 加拿大环球邮报 乌克兰总统弗拉金利尔 泽连斯基已经用外国间谍机构负责人取代了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 对于这次改组的原因没有给出解释 该委员会在国家安全和国防方面发挥协调作用 包括最高政治安全和国防官员 这次改组是在最近对军事高层指挥进行改革之后进行的 乌克兰目前正在东部与俄罗斯军队作战 并且在从其盟由美国获得军事援助方面遇到困难 泽连斯基还任命了新的外国情报机构负责人 巴尔德摩大桥坍塌后 港口水域的航运交通陷入停滞 加拿大环球邮报 在巴尔德摩港口附近 一座桥梁坍塌导致船只被迫停泊 预计有13艘船只将在港口装载煤炭 其他船只也在等待装载商品和集装箱 顶级集装箱御书集团马士基表示 在该地区被认为安全通过之前 将从其所有服务中省略巴尔德摩港口 在一名被指控撞倒多伦多警察的男子的审判中 一名同事警官作证称 他在逮捕过程中朝被告的脸上打了一拳 警官上罗克斯表示 他采取武力是因为被告一毛儿泽米尔 没有遵守他的起身命令 泽斯表示他担心泽米尔的安全 因为可能有其他车辆附近 泽米尔对警察的死亡一级谋杀指控表示不认罪 辩护方便称警察的死亡是一起意外事件 泽米尔和他怀孕的妻子 因为不知道激进他们的人是警察而感到害怕 杰克逊市长参加首届黑人市长联盟犯罪峰会 我们所知道的是 两虎杰克逊市长 Chokent Lu-Mumbo将参加在孟菲斯举行的一次举行的一次 只在全国范围内打击犯罪的峰会 孟菲斯市长泡安和非洲一美国市长协会联手发起了黑人市长犯罪联盟 该联盟的首次会议将于周三开始 周四下午结束 来自全美21位市长将前往孟菲斯参加闭门会议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reform 靠平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anya